各位飆迷你們好,其實我現在就在則如沖公園 看到有架船,難道有架郵輪? 紅色的 則如沖公園有展覽館,就是葛亮雄號滅火輪 葛亮雄,大家都應該知道,就是港督1947年至1957年的港督 這架船是1953年投約服務的 當然現在不是在服務,現在變成了滅火輪的展覽館 真的挺有氣勢,在公園中突然有架船 但今天又好像不開,為何我經常來的展覽都不開 有點可惜,看一看 對,好像今天是不開的,沒錯 不要緊,在外面看一看 我也拍了開放時間,開放時間給大家看 這架船是1953年投入服務的 1953年剛好,之前說的Zodiac Sea Wolf是1953年推出的 然後還有另外兩隻,Samarina,Rola Samarina 還有就是Blanc Point的五十層 所以1953年都是很重要的年份 不要緊,今天就沒得進去了,在外面給大家看看 其實今天來到即魚沖公園,都有另一個任務 遙望對面其實就是鯉魚門 沒有時間去鯉魚門 遠望對面的鯉魚門都可以的 來到遠望鯉魚門有甚麼作用呢? 其實因為今天終於有機會,可以拿到這隻標上手了 就是Bomberg的Metropolis 咦?這隻不是我自己的? 不是呀,這隻不是最新版本,不過讓大家看看 這條鋼帶和錶面,你看到冰藍面一格格 Metropolis其實就是模仿虎喊一個城市很多高樓大廈 我這隻就是麥亞密的版本 我記得當時看到Bomberg的CEO 問為何沒有香港版本? 他說遲些有的,果然萬眾觸目 終於推出限量的香港版本 原來比麥亞密還好 有這個三文魚色面,或者你可以叫做錦麗面 除了色面很不同之外,你就看到這隻標滿滿雕刻 譬如說標圈的雲紋理 之後有里約龍門那條魚 還有一些海浪的紋,即是示意 維多利亞港,即是說 步步高升 所以這隻標真是非常之好意頭 左透底,還有一樣最厲害的 其實機身不是SW,這次是SOPRO的機身 都是模仿224,差不多40小節儲備 除了這個之外,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Limited Edition這隻標 限量50隻,其他城市那些全部限量200隻 但唯獨香港這一隻限量50隻 可能因為造工所有東西都更加細緻 所以你說Bomber是否對香港非常之好呢 雖然遲了推出這隻手錶 但遠遠比其他城市更加漂亮 你看到整條帶子、錶殼、錶圈全部都有雕刻 其實我都很喜歡我買阿密這個手錶 錶面也很漂亮 不過我經常看到帶子、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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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差一點東西 現在這一隻香港限量版就完美了 整條帶子、學童圈都有吊合 而且最完美就是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則如衝看著對面的鯉魚們 去說這一隻從鯉魚拿出靈感的手錶 是否一流 我都很欣賞Bomber 他出一隻香港限量版 也不是很隨便換一個色面就算 你看到整件事都是非常認真的 就拍一隻鯉魚對著鯉魚們 其實這隻錶跟錶盒更特別 就是找了香港很出名的畫家 Mr.Laurence Wong 去畫這個盒 有兩面的 一面就有武師 另一面就有龍 所以無論是盒還是錶 都是非常有香港特色的 真是誠意拿出來的 整條帶同學都丟黑了 一個特別的盒 限量50隻 而且機心也不同了 定價都是港幣的14000多 當然還會有優惠 如果大家對這隻錶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三個地方 第一次出現 就是榮記錶行 你也可以看到這隻手錶 還有七寶錶行 還有Sometime Set 三個地方 剛好都是九龍區 你可以去到這些地方 看一看這隻錶 上手試一試 還有看看很漂亮的盒 這隻錶大概九月香港錶展前後推出 其實已經賣了一批 這隻錶總共只有50隻 所以其實也不是很多剩下的 大家總之有興趣 可以去到剛才說的那三個地方 其他一個去看一看錶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例如Bomber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有很大的推動 我最喜歡出去不同的地方 又說一下錶 又說一下明星古蹟 那就最開心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